目前我们医院还没有开放 可以做网络预约的动作 短短五分钟内 连续接了好几通电话 指会中心宣布开打自费疫苗后 医院客服电话多到接不完 公告到现在目前为止 大约将近五十通的电话 都是来询问自费师打AZ疫苗 自费疫苗询问度高 有出国需求民众都在期待 四月二十一号开打 价格上限依照医院等级 每季五百到六百元 但什么时候开放预约 以及实际价格都还没定 我们在礼拜五还要跟这些 旅一门者这边在做一个沟通 才做最后的确认 但四月二十一号施打第一剂 隔八周后六月十六号才可打第二剂 届时第一批已经从COVAX取得疫苗 早已过期 并没有说到六月之前 都不会有任何AZ疫苗进来 那就请大家放心 目前开放一到四类 共六十一点八万人 截至四月十四号已打二点七万剂 但第二批COVAX效期短 四月十五号到五月三十一号 优先接种 以目前状况若每天接种高标两千剂估算 COVAX到期前还可打六点四万剂 加上自费一万剂 还会剩下十二点五万剂疫苗 COVAX那批过期后 第一批AZ疫苗接着打 目前已打二点七万剂 还可打二点四万剂 会剩下六点六万剂 两批加总等于总共约十九万剂 到期前若打不完全都要报销 没办法展业的话 那就是介绍 介绍的话 那么就会有一些报备的处理的流程 他担心被人家批评 因为到时候花了钱 然后疫苗过期 所以他现在拼好命 要大家打疫苗 这可以理解 校齐到了打不完就会报废 但边走边看 何不干脆直接开放后续类别 挤牙膏式做法实在让民众物理砍花 记者林伟林中正洋向于台北采访报道